大家好,多謝來到肥坤頻道收睇肥坤的片 有一位朋友叫肥坤行亞美副將黑鬼山和水塘的海邊公園 今天肥坤見下午停雨,好天,地下都乾了 今天是十月十九號,星期四,我們繼續逛街 很多朋友都知道這裏在哪裏了,美副將 看見這裏是牛房,當年有很多生畜運來澳門,經過這裏停留,檢疫而去湯 我們講一下美副將馬路,以前這裏叫做旺夏村 旺夏村,亦是一條大村,當時澳門有幾條村都很出名的 例如旺夏,沙江,新橋,沙利頭,龍環,龍田,塔石,這些都是大村來的,稍為有錢的 我們繼續逛下美副將,這裏有很多政府的兩層樓保留的,以前政府的高官住的 我們看見對面,這些是舊式的工廠大廈 當然這裏有很多製衣廠 一到下班時間,就有很多朋友出來的 也有很多朋友坐在門口剪線頭 這裏有幾間廠 我們看到這裏就是觀音仔 細觀音 先有觀音仔,後有觀音堂 看見對面,上一年多,很多朋友都知道 有一個黑鬼山 黑鬼山,上一年多也知道 現在年輕的人可能都不認識 當年,有葡萄牙駐軍,大部分都是黑人 剪圖牙駐軍 上面是一個冰營 冰營 這個叫做望霞山 亦有人叫做蓮花山 聽說他連在這邊的山 一路去到水塘 以前觀音堂那邊都是山來的 包著望霞村 望霞村 望霞山 還有一個炮台 有兵營也有炮台 當年,山腳 觀音堂裏面有一個 中美望霞條約 不平等條約 望霞村裏面 在1974年 葡萄牙軍隊 控照撤走 上面的黑鬼山 兵營就開始荒廢 丟空了幾年 沒有人管 在1979年 政府接管 望霞山兵營 當年 好像先建了一間賓館 後期才有 旅遊學院 旅遊學院是一個 1995年才有的 先有賓館 後有 旅遊學院 今天我們 走上去 旅遊學院 黑鬼山 走一走 我先說一聲 這條片已經拍了幾天 當時是好天 放下了 忘記了 突然間有一位朋友 叫我拍一下 我又找到出來 接著今天 走下美虎像 一起放上去 給大家看 賓館 賓館 很美 可以 訂房 至於 價錢 可以上網看 至於 旅遊學院 還有一個 餐廳 很多學生 學著 西餐 可以 吃 有些學生 做廚師 做出來 你說好不好 味道 見仁見智 也有些 師傅 那些師傅 幫忙 看著 應該都不錯 這裏環境很好 平時很多朋友 上學 就很多坐電單車 或者私家車上來 這裏環境 我們繼續走上去 斜路都幾斜的 幾乎人走的 所以很多 我們這個年紀都很少來這個地方 但是 神運 或者 下午那些 很多人都來這裏 運動 空氣好 又有斜路 又有山坡 這個山 又有黑鬼山 山洞 以前是放火藥的 煉槍 煉靶 煉靶 這裏的山頭 應該都是 扔扔 轉 扔 扔隧道 走通 我們繼續上去高點 最高的點 上面是一個炮台 朋友可以上來看看 這裏有很多炮 有很多炮 不用說 大家都知道 向著那裏 上到來 這個地方 應該下面是通的 我們現在繼續上去 頂那裏 這個炮台的頂那裏 一百 一百 六六 幾百年了 不經不覺 有人管理 就比較乾淨 一些 游的好美 這裏 這裏看到 澳門 半個澳門 風景 不錯 不過 上了年紀的朋友 就不要來這個地方 喘氣 這裏不錯風景 可以看到 北區 很多高樓大廈 又可以看到 以前的九場 這裏 政府就 建立了個旅遊學院 很多學生都來這裏 翻學 屬於大學的一種 讀幾年的 全部英語上課 畢業去酒店 大旅遊公司 很多人聘請 熱門的行業 黑鬼山就變了望下山 很多朋友早就上來行山 在做運動 越早就越多人 今天我們在這裡轉一轉 望下村屬於一條大村 當年 講一下當年 很多年前 這個 阿猴 不是人都認識的 童馬那個人兄 戴著他的手下 這個 美士基打 即是現在這個美副將的人翁 即是以前在 新馬路噴水池 一位銅匠的人 曾經被人用貨車拉下去 即一二三期間被人拉下去 這個就是 阿美士基打 他是一個炮兵的 副將 人稱 美副將就是這條街 跟美國人無關 美副將 就不要清除 誤解 美國人 他是一個 美是一個 姓 來的 基打 是一個名字 稱呼他為 美副將 我們今天 出回去 走完山 一路向下 落回去 落回去 美副將 當年 他 來到 望下 村 都開了很多路 例如是 提督馬路 去到頂 重山腳的荷蘭縣 當年 還有一個 先鋒營 在這裏 先鋒營 清朝的先鋒營 人家說是水兵 人數不是多 蜜澤營在哪裏呢 就是現在的先鋒廟 一開始見到的先鋒廟 在牛房的斜對面 先鋒廟還保持得很漂亮 那一廟又幾百年 這裏有很多炮台 幸福 我們周圍走走走瞭黑鬼山 往往pan過來 有路 小道 小道 好像松山那樣 美庫章 繼續走走 馬路很清靜 時間是 十月十九號下午三點 我們回到美庫章 繼續走走 美庫章 向觀音同方向走 黑鬼山旁邊還有一個澳門電視台 剛才見到一輛車出 就是電視台的車 原住也有很多政府的花園別墅 街頭街中間都有 很快就來到啤梨拉街 這個街口是啤梨拉街 當年澳門有幾大花園 爐九花園是其中一間 其中一間 另外這裏是另外一間 家道中樂 把很多地都賣光 現在改變了高樓大廈 還有一小段未發展 我們繼續走上去美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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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都開始乾了 地下都開始乾了 我們有錢人的花園 還未蓋 有些人還要停車場 來到觀音堂 這裏還有一間廟 康珍君廟 十月初五街那間 和我的名字 澳門街有兩間 走過來觀音堂 今天見到有旅遊巴 很少有 旅遊巴應該是 外國的朋友 本地旅行團都不會來觀音堂 這些可能是東南亞 泰國那一隻 有三架旅遊巴 泰國那些應該都是 很喜歡去廟拜神 今天美庫章 馬路人 梳梳落落落 車就很密 這條都是 屬於 繁忙的交通要道 河南遠大馬路 這裏還有很多餐廳 早期這段 這些馬路真的沒有店鋪開 因為向著墳場 現在都不怕了 這裏是柏惠 柏惠有停車場 上面是住宅 樓下有商場餐飲 當年這裏都是屬於花園別墅式 好似現在鏡頭拍著這些款式 這裏都是一樣的 拆了之後變成拍位 今天天氣下雨很涼爽 今天逛街都頗舒服 說一下下個月有大賽車 剛剛公佈了 但是 這馬路還在趕工 周圍都圍了板 碼頭的維修站都圍了 原本碼頭對開的 即是的士站對開很多旅遊巴 上落客 即是免費車 現在都要改道 去了回力球那邊 待會拍下拍下 聽人說就是這樣說 因為搭了棚 圍住了 鏡頭拍著這個位置就是 包書高球場 包書高學校 緋翠圓都很久 幾十年了 我年輕的時候已經有了 講一下幾十年了 這裏都是很多巴士坐的 一個巴士站就向新馬路方向 一個巴士站就回到黑沙環 關閘那邊 都幾方便的 這一區 接近三點 我們走出去海邊 這裏是海庫 海庫 這個路口 都很多車很繁忙 標記搶粉很多年 當年碟記都在這個位置放在街檔 旁邊就是豪光學校 豪光中學 現在豪光中學 就用水泥封住了 以前是鐵仙網 可以看到操場 現在就看不到 我們走出去水塘 這裏的大廈都變了樣子 摩羅園 路牌這裏寫應該叫做湯狗環 湯狗環 我見澳門很多地方都叫湯狗環 蒲文解釋以前應該叫沙灘 這是液音 這是液音 我們下水塘馬路 很多人在運動 很多健康勁 以前這個水塘馬路 現在方便很多地方 現在方便很多 說說有很多年 這裏直出就是回歷 回歷山邊 所以它有很多個地方 在運動 新口岸都很方便 新口岸都很方便 在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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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灘公園 看着对面的大人 看着是赛车跑道 也叫重山上路 这裏有很多儿童设施 游乐场 很多玩 星期日和假期 放在旁边玩也挺好的 又有个小卖部 又有小食卖 这裏的设施不错 又有个漂亮的厕所 我们的镜头见到这间屋 就是四太的 园桌 看着很抢眼 水塘边坐坐位 封住了 不准行 今天走過回力球看一看 那些旅遊巴去回力球那邊應該是很旺 集中在那邊上車 這裏還有啤酒嘉年華 很多香港的朋友一來到澳門就要走我們這邊坐車 一想坐免費發財巴就要來到這個地方坐 現在碼頭對面就取消了因為有賽車的關係 已經封住了 很多人在等車 我們下一集再見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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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